在未来世界 人类只有十几厘米 住进迷你的玩具屋 一块钱当一百块花 每天除了玩就是睡 这简直就是躺平者的天堂 谁不乐意呢 缩小后的保罗住进了梦寐以求的豪宅 但他无法感到开心 似乎做出了一个错误选择 几天前 科学家们在发布会上阵阵有词 缩小数能够应对人口过剩 资源短缺和极端天气的破坏 三十多个人在半年内产生的垃圾只有半代 只要手术成功 人类的身体健康并不会受到影响 还可以养儿育女 人生短短几个秋 可以逍遥自在余生 真是美滋滋 这项发明很快引起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 高科技的吸引力是巨大的 男主保罗也跃跃欲试 因为他和老婆过着拮据的生活 还要还贷款 生活难有保障 如果做了缩小数 那么即使还清贷款 剩下的资产也足够花一辈子了 那么他们将迎来幸福生活 但由于手术风险 大家都还在观望中 直到保罗看到同学也做了缩小数 并且过得幸福美满 吃喝不愁 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们才放心 当告别玩亲友 致卖玩家产 保罗和妻子画牙签字 决定进行缩小手术 只要剔除掉全身的毛发和牙齿 就不会在缩小过程中被挤爆丧命了 保罗镶上了新的牙齿 苏醒过来 但意外发生了 等保罗接到老婆打来的电话 他才知道 原来被带到性别不同的手术室后 老婆反悔了 手术是永久不可逆的 他舍弃不掉家人和朋友 得知消息后的保罗 心情跌落至谷底 只能通过吼叫来抒发愤怒 这意味着他们将在两个世界生活下去 离婚也近在眼前了 可怜的保罗只能跪在纸上 努力写大字体 签完离婚协议书 没有了老婆 他形单影之 普通的居民楼 即使这样 他的生活状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一事无成的他 曾一度将幸福的赌注压在缩小后的生活 以为这样可以重新开始 走上人生巅峰 可他依旧过着从前打工人的生活 当一个公司的接线员 保罗如同被囚禁在牢笼中的小鸟 脸上愁眉不展 他见到了缩小后的好友 好友很享受缩小后带来的福利 但他向好友倾诉 自己后悔了 当初就应该安分守己地度过一生 好友以为他是沉浸在离婚的失落中 让他另寻家人 但保罗似乎渐渐迷失了自己 因为与过去现实世界的落差 他开始找不到生活的意义 就在保罗迷茫困顿的时候 楼上的邻居杜桑出现了 邻居邀请他来参加小型派对 最开始他婉拒了 因为他只想过一个安静的夜晚 直到他的恋情又以失败告终 他来到派对上安置落寞的灵魂 但寻欢作乐并不能够让他真正充实 第二天 杜桑和保罗商量其雪茄生意 杜桑身因缘性 他准备将奢侈品卖给缩小后的人们 保罗将信将疑 他的目光落在 一个打扫杜桑房间的清洁女工身上 因为他一瘸一拐 走起路来非常吃力 或许是激发了保罗的职业心 要知道 在原本的现实世界中 保罗曾是一个职业疗法的医师 他能够恢复身体的工伤 他跟随女工的脚步来到卫生间 发现他手脚不干净 正在偷药 却正大光明地问保罗药物的名称和作用 原来杜桑允许他拿些过期的药物 带给好友治疗 电光火时间 他联想到 自己曾看到新闻报道上 缩小后的偷渡者能轻易潜入美国边境 女主小陈是在偷渡中唯一生还的 但是由于感染不得不将一只腿截肢 她是在监狱中被强行缩小的 保罗本着善意 为小陈做了简单的假之修复 小陈见着男人心地善良 能处 便恳请他陪自己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顺便去看看有什么困难 谁料 在缩小世界里 竟然还有和贫民窟一样破烂的居民楼 是用废弃的集装箱改造而成的 这也反映了现实的不公平 阶级和贫困依旧存在 并不如原先宣传时那样美好 穿梭过狭窄的走廊 保罗看到瘫痪在床上的女人 他感到心底一凉 预感到大事不妙 女人的确是个可怜人 女人的老公在缩小手术中丧生 最近自己又死到临头了 因为检查出了胃癌晚期 人间有真情 小陈从杜桑家中拿的药 也是为了给女人缓解不必要的痛苦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多陪陪她 虽然保罗也不是话妥转世 但她的医术也能够让女人的心里有些安慰 这样就足够了 医者良心 保罗的心中如同绑上了重重的石头 工作时也在挂念着这个可怜人 然而世事无常 等到保罗下班赶来 瘫痪的女人已经嫁喝戏去了 小陈不忍心看着保罗失落 于是让她为自己再修修甲制 心里会好受险 尴尬的是 保罗用力过猛 一下子把甲制给弄废了 实在是弄巧成桌 小陈这下子无法工作了 为了弥补这份愧疚 保罗决定每天都背着小陈上下楼 并承担起给人打扫卫生的工作养她 为花不起钱请医生的人看病 还去教堂祈祷 在和小陈相处的这些日子里 保罗发现她有着一颗温暖的心 她身上有着与众不同的光芒 时常帮助他人 比如收集别人不吃的饭菜 拿来给流浪汉吃 任谁不夸一句 好人一生平安 小陈还倾诉到 她吃牢饭的原因是 她和姐妹们抗议水坝的修缮 造成了大量村子的消亡 姐妹们没有顽强的意志力 在狱中抵抗不住疾病纷纷离去 只剩下小陈一人 听闻这样悲惨的经历 保罗内心沉甸甸的 保罗和小陈都是菩萨心肠 自然会惺惺相惜 在日常的一点一滴中 二人的情愫也在慢慢升温 暖色的灯光将分为烘托到位了 保罗抓住机会 用香吻将小陈拿下 就这样 一条甲之造就一对神仙眷侣 这天保罗打扫到了杜桑家里 杜桑见保罗混成这样 疑问才得知原因 这可把杜桑给逗乐了 杜桑的鬼点子多 又提议要带保罗去赚大钱 跟着他有肉吃 小陈听闻去的地点是挪威 也想跟着去 原来缩小数的发明家 因为手术失败一事 一直对小陈心怀愧疚 他受了太多的苦 希望可以补偿他 发明家就在挪威 那个缩小人类的发源地 择日不如撞日 大家就收拾包裹出发了 见到发明家后 大家才得知 原来缩小数只是一个幌子 曾经宣传鼓吹的解决环境问题 也无法真正根除 世界末日该来还是会来 留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 古话说得好 先天下之幽而幽 保罗即使是个小市民 也开始担心起人类的前途命运 大家又沿着计划行路 来到最初接受缩小数的人群所待的地方 据内部人员透露 为了防止人类灭绝 有心人留了一手 在地下基地保留着人类生存的火种 田地 农作物 动物 地热能源 一应俱全 保罗赞赏道 这就是就人类与水火的诺亚方舟啊 发明家趁热打铁 鼓舞大家到地下生活 现场一片沸腾 大家都拍手叫好 小陈却还心心念念着平民窟的流浪汉们 没有了他 流浪汉们就像鱼儿没有了水 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产生了分歧 保罗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顾全大局 搬去地下基地生活 那里才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希望 那才是他的使命 而不是在地上做慈善当圣母 小陈直呼他就是个疯子 杜桑也在一旁劝他 没必要起人忧天 世界末日就是忽悠人的 傻子才信 保罗却执意要去地下生活 眼看这头绝驴劝不动 小陈的眼中满含泪光 杜桑可不担心 他知道保罗这人意识上头 做事容易后悔 结果啥事都做不成 由他去吧 果然如杜桑所料 保罗进入通往地下的隧道后 不知道哪根筋又搭对了 头也不回得跑了出来 保罗和小陈坐上回家的飞机 看着机窗外的浮云 保罗忽然间释然了 他懂得了人生的真谛 也明白了要珍惜身边人 宝贵的爱情可遇不可求 他握紧了小陈的手 回想小陈在他生命中出现以来 自己才慢慢找回人生的意义 那就是帮助他人 以自己有限的力量 奉献出无限的价值 于是回到贫民窟 继续帮助起流浪汉 当大雨倾盆而下 小陈仍然决定去看望 朋友新生的宝宝 也许那正意味着人类的未来 无论缩小与否 无论世界末日是否会到来 人类始终应该互帮互助 正是这样质朴 却有利的价值观 才救赎了保罗本无意义的人生 重新找回了真正的自我 遇见小陈 他救治了他的腿 他却给予了保罗另一种人生 那是广阔且充满了无限可能的 这才是保罗最初渴望缩小的初衷